所以基本上走得就走 尤其是原先我們那幫朋友 讀大學的時候都在說 究竟要怎樣在香港發展 怎樣在香港打拼呢 但是你是不會猜到一下子 因為一件事大家都說走啦 不想再留在這裏 都受不了 我自己覺得是很可悲 還有你都看到我同輩都這麼多人走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情況是怎樣 只能跟你說就是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都會想走 就算未走過一班 都有跟他們聊過 他們只不過在香港繼續賺錢 儲錢之後十年內都會走 走是一個趨勢來的 是避不了